这个线还是可循 看到屏幕吗 看到了 欢迎大家今天的家长班的学习 5月3号一转眼到5月份了 我们在家里已经有一个半月还多了 看样子的话可能还得再有一段时间 现在可能有一些生意可能是可以做了 但是大部分的business和学校都还是在关门 所以我想就是说在家的时候 看看书学习是最好的一种 提升自己的方式 先温习一下咱们的弟子规的文字 我们在出则替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学的两个记子是 一个是长者立 幼物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生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好 文字解释其实非常简单 这主要是指的是社交场合 就是说如果要是有比你年纪大的 或者是尊长 就是说出现的时候 那么它是站立状态 如果你是坐着的话 你应该站起来 如果长者还没有坐下来的时候 你应该先站着 等到长者坐下的时候 你再坐下 那这个不光是对你家里的长者 还是在你外头 如果这个人他的地位 或者他的职级比你高 都是一个非常通用的社会礼节 那长者坐下之后 一般来叫你坐你就坐 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 有的时候比方说人比较多 那么如果地位比较尊贵的人 或者长者他坐下之后 那么大家基本上可能他没说话的话 那也不能干站着 大家基本上就坐下来 那这种叫做社交场合 不是说在有些场合 比方说像那种我去看演讲 那当然是演讲者 他是属于尊长 但是他是站着的 那我不能说让所有的学生都做的 所以用东西不能用得太僵化 那跟别人说话 其实不光是对尊长 跟所有人说话都是一样 就说第一个就是声音不要太大 太喧哗 注意不要影响到别人 或者说影响到别人 你觉得你声音太大有点刺耳 但是你又不能说话不清楚 别人听不见 说话声音太低了 那我这里面就是说 在论语里面有一章是专门介绍 就是弟子们记录的孔子的行指 就是包括他的日常生活 包括他与人相处 包括他跟国君 包括他执行一些礼仪的时候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行指 那一章非常有意思 说到这几个礼的时候 因为礼其实它是发自内心的 它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种礼表现出来 让对方觉得合适 舒服 这个是最关键的 而不是说僵化的使用 我们比方说我们今天到了西方 有些礼节不一样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怎么样让对方感觉到是合适的 这个就是孔子是一个很大的表率 我摘抄了几点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孔子讲到一个核心问题 叫出门如见大兵 就是说我们只要是走出我们家这个门 那我们就要有一种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说 我可能要在社会上跟人交往 所以我要非常衣冠什么之类的 这些行指我都要端端送起来 都要就是说有这种 好像马上就要去见宾客的 非常贵重宾客的那样一种感觉 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在家 我知道有些人上班的时候 比方说视频的时候 也是穿这个睡衣抱着个公仔 对吧 这种就是说 可能来说的话 就是说是一种闲散的一种状态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按照这个 就是从这个正式的理事来说 这个我们现在不出门 但是我们即使上了线 也属于进入一个这种社交领域 那么这种仪态 我觉得都还是需要 就是说像孔子说的 就是我马上有一种状态 就是出门如见大兵 那孔子呢 就是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在他的邻居乡里之间 因为这都是一些普通人 那么他就是非常的温和公顺 像不会说话的人 那孔子他不会说是 断这个架子 觉得自己特有道德 见了谁都给谁 先上一堂道德课 我想孔子不是这样的人 孔子一定是跟所有的相亲朋友 见了之后都说 吃了吗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对吧 小孩子这个乖不乖啊 对啊 我想我是出这句话来说 寻寻如也嘛 就是他会跟这些乡党呢 就是用同样的方式说话 而且他会非常的温和 坤顺 而且不会乱说闲话 但是他到了上朝了之后 他在朝廷上 这是他的工作 那么他就说的非常清楚 就是每个话都说的非常有条理 都到点子上 因为这个地方 他必须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时也要汇报自己的政治 所以他非常的口齿 非常的清晰 但是他又非常谨慎 就是孔子一向组装的一种谨慎 我觉得这是对待工作的一种态度 对待相亲是温和公孙 好像不怎么说话 但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呢 就说话非常清楚 有条理啊 都到点子上 然后呢 他在和这个同事之间相处是怎么呢 同夏大夫说话 这些人呢 比他的这个官位要低 他是一种非常轻松愉快的 非常轻松快乐的神情 其实这是就是会让这下面的人 会觉得跟他之间没有这种距离感啊 可能上大夫的时候呢 他和颜悦色 那他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就是轻松愉快呢 是让下面的人感觉到放松啊 我想同上面的人说话呢 他第一个呢 也是很放松 但第一个他又不是很那种 就是说就带有一点恭敬在里头啊 因为你比我的位置高啊 我对你有一个尊敬 那种不卑不亢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呢 到了这个国君面前呢 他就是完全就是收起了那种 就是说那种啊 一点点随意都收起来 他是一种非常恭恭敬敬的 这种这种态度 因为呢 他要就是说在国君面前要有一种这种表率嘛 因为国君是一国之君嘛 仪态呢 仍然是这种非常安详放松的哈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相信就是看到这些点的话 也知道就是说孔子跟所有人打交道啊 他都是很会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他非常的知理啊 这个知理呢 就是感觉到恰如其分啊 那我觉得在这个 刚才我读的这个季子拿着分享了 其实我们在理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也要去观察 一定的核心就是观察对方 这样的一个我应该什么样的理呢 才恰如其分能够让 我们之间呢 就是说相处会很舒服很融洽 这是一个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的地方啊 是我自己学习的一点体会 论语中间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好 那天看了个漫画 就是一开始哈 大家关了就时间长了 轻松一下啊 这个漫画还挺好的 我是觉得那个 这个小孩子呢 可能嘴里不说啊 但有些孩子心里话 就是有这么一种心里话哈 那其实我在想呢 就是啊 我自己有在想就是怎么样做一个这个永远在飞的父母啊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这个在呃 在家里嘛 很多人还是在家里 虽然在家工作吧 但总还是说 时间相对来说灵活一点 我会发觉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闲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忙各种各样的这种啊 杂事啊 而没有就是说去去这个学习 或者说和孩子一起去学习提高自己哈 那我们讲提高是指的品行啊 道德方面的一些提高啊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孩子眼里呢 就是说呃 他不明白你忙忙的意思 但是呢 他在学习的时候呢 他会觉得你为什么我在学习呢 那你不学习 那如果这个父母呢 就是说呃 自己呢也学习啊 其实现在真是个好机会哈 就是说抛弃掉一些这种日常忙碌的琐事 然后呢 认认真认的去学习 那最好跟孩子一起学习哈 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在这个孩子眼里呢 就是你是一个永远在飞的父母哈 也就是说 呃 虽然我年纪大了 不如你这个呃 这个孩子年纪小哈 你飞的快飞的高飞的远哈 但是呢 我一直在飞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孩子呃 就不会就是说呃 小的时候看父母像天神一样啊 稍微大了 你能看父母就觉得普通人 到在在上面看了你这个父母 好像就是说比他还低 这样一种感觉啊 就不是不是就是说每个父母所期望的 分享这一幅画 好 接下来咱们中国文化课堂这个部分哈 嗯我我因为前前前两前两次哈 前前几次都讲了那个中国的那个 画啊 讲了画之后呢 我就觉得有必要就是介绍介绍一下这个 庄子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如果谈到中国的艺术哈 如果不谈到这个老庄之学哈 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的艺术的 因为中国的艺术 尤其是这个书画 他的这个后来的发展 他的理念 其实就源于这个庄子的这个思想啊 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啊 那也有老子的思想 那这个庄子呢 呃他是战国人哈 那么他的思想是继承了老庄 但是呢在呃我想今天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对老庄没有什么研究啊 那我呢只是做一个知识的搬运工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呢 呃我就呃为了理解一些东西呢 我就去看他们老子和庄子 那么在看老子和庄子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收获啊 那我就把这一点点收获呢 我选了两张出来 两张出来呢 就是一个是欣赏一下 这个庄子这个文字的美啊 另外一个也欣赏一下 就是说这个呃 庄子对于这个呃 这个人对于我们这个人 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思考啊 那谈到这个呢 就是稍微的这个呃 给一点知识点啊 就是关于道家的问题 因为道家呢是呃 到史记的时候 在史记里头正式提出来有一个叫道家 那道家公认的这个呃 始祖呢就是老子啊 就是老子是呃 公认的就是他创办了这个道家的这个基本思想啊 那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可道非常道啊 明可明非常明 那么老子字不很多 应该是五千字啊 但是道理非常之深 那其中呢大部分都是老子所写啊 那但是呢就是说 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会有啊三个不同的说法啊 那一个呢就是说黄老 那黄老之学呢就是在那个汉朝的时候 西汉初年经常提到的就是那个西汉是怎么样治理国家呢 就是以黄老之道治国啊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叫老庄 那老庄呢是在后来提到的比较多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就是到了那个三国产地南门朝的时候玄学兴起的时候 那老庄的思想呢就被就是说发扬光大了 但是黄老呢这学就提的比较少了 那再到后来呢就是说有这个宗教的产生 就是道教的产生啊 所以呢就是如果一开始觉得这几个东西可能是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呢就是稍有一些区别啊 我就是给一些知识点 如果大家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黄老呢就是其实他讲究他是一个讲究无为而至啊 他是源自于齐国的一帮这些学者的 包括他那年有提到有圣道啊等等之类的 我也不太清楚那些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些学者呢 他们研究这个老子的这个学问呢 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这个社会的治理和国家的治理 所以他从这种老子的这种道法 自然的这个道理中呢推出来就是说这个统治者呢要无为而至啊 要清净无为 那么上不治上面没有什么作为的话 下面就自然就治了啊 就是说就会有为啊 那么这这套思想呢 里面强调的呢也有强调秩序和这种上下级的关系 那所以后来呢就是那个法家其实受他的印象蛮大的 所以当时解释黄老之道一个比较有名的人呢叫韩非子 那韩非子实际他有个解老说是非常有名的 那实际上他是个法家的人物啊 但是法家呢后来在秦国的使用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灾难性的伤害啊 所以到了那个西汉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呢都是强调这个无为而至 以黄老之学来治理国家 那所以呢他本质上来说黄老之学呢是用着无为而至呢 他强调的是这个对社会对于政治的治理啊 所以他更多的算是一种政治哲学吧 那强调的是政治哲学这个部分 那老庄呢庄子呢是应该是鲁楚国宋国那边的人吧 那么他呢就是说他写了这个庄子这本书啊 大部分都是他写的 那庄子呢那么他呢就是说不强调这种社会的治理 他主要是看这个人和这个世界啊 所以说呢他呢提倡呢就是这个根据老子的这个这个道法自然的这个思想呢 就提出这个逍遥起舞万物与我为一啊 那么逍遥由于人世啊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看法和理想啊 那么当然了他也回到这个老子思想的核心 就是人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清净无为的啊 那他这个思想后来对于中国的艺术呢 影响非常大 对于中国的这个文人呢这种心理呢 影响非常大 所以他呢应该算是一种人生哲学啊 也是一个心理学 同时也是美学啊 那个庄子写的非常美的 回头我们一会儿我们欣赏两篇 那到了道教呢应该是在之后了就是一些这种方式的这种神仙啊各方面的这个方术这些其实在秦朝在之前都有 但是慢慢慢慢的随着这个佛教的引入之后呢 那这个因为佛教是一个大的宗教 那么作为这个中国的传统的这个神仙之学呢 他为了这个就是说能够和这个佛教的这种一种算是一种抗衡吧 就慢慢的就是开始就是说建立起这个比较完善的理论 那么他们以皇帝啊以这个宣元皇帝为这个这个祖先吧 以这个老子的思想为基础吧 就建立起他们道教的这个理论 那么包括庄子呢 后来也被称为南华经啊 也是道教的这个重要的经典 那么他在引进去之后呢 也是强调这个清静无为啊 也是强调这个逍遥啊 这种 当然了他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呢 他和老庄有些区别 因为老庄比较不谈生死问题啊 就觉得这个无所谓 但是呢道教来说 他强调这个长生啊 修真啊 这样一些一些点啊 所以这个就是在学习道家思想的时候 可能稍微的就是说了解一些这个知识点啊 那谈到这个庄子啊 先说一下 庄子真的是写得非常美啊 我我之前刚好有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本 两本庄子是给老外写的 所以他有中文英文和这个 呃翻译啊 就是原文和翻译三种 那因为他要翻译成给老外看嘛 所以他的文字写的非常的这个白话 我觉得写的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美 里面有非常非常的预言啊 这些预言呢 里面都有很深的含义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读庄子的话 那就呃不一定要读全本 就是大家选到什么读什么啊 哪怕读一小段 有时候呢也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的 那因为我讲的这个呢 是跟咱们前一阵学的那个 呃 就书画 中国的艺术有关系哈 所以我特别选了两篇 跟他有关系的 就是来反映这个庄子啊 呃是怎么样来看待 这个思想的 那我特别用了一个书名号的庄子 是因为呃庄子这本书呢 是说都是庄子写的 但是也有人说有很多呢 是庄子呃以后的人 就是说补上去的 不是庄子本人的 那在中国呢 就是说补这个东西呢 是很很普通的很正常的哈 就老子也有补啊 就有补上去 但是呢 其实他的思想呢 往往都是一致的 那但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那这个是从庄子著作里提出来的哈 我们看的是庄子这本 是著作所体现的思想 对吧 所以我是打了个书名号 那为什么叫庄子的生命体验呢 就是庄子呢 他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 呃生命的体验 那这个生命的体验呢 其实最最有名的一篇呢 就是我现在列出来这一篇啊 就是为什么 什么叫生命体验啊 就是他跟惠子的一个那个 呃对话 惠子他的一个好朋友啊 我先把这个文字读一下啊 大家可以一起跟我读一下 这叫豪梁之变啊 庄子与惠子 由于豪梁之上 庄子曰 调于从容 出游从容 是余之乐也 惠子曰 子非余 安之余之乐 庄子曰 子非无 安之无 不知余之乐 惠子曰 如非子 顾不知子矣 子顾非于业 子不知余之乐 权矣 庄子曰 请寻其本 子曰 如安之余之乐 云者 即以知无 知之而问无 无知之豪上也 好 这段的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在那个庄子的那个秋水片里头 这个惠子呢 是战国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我们叫明家啊 他其实就是讲逻辑学 那逻辑学是什么呢 逻辑学就是推演世间万物万事万物的这个道理的一个学问啊 就是说凡事呢都一定有一个逻辑都有一个道理 那一加一等于二对吧 这个是一个道理的那 比较著名的就他们在推演这个明家呢 经常有一些诡辩啊 就是特别讲究这个辩论就是你一定要变得到我 你变不倒我的这个事实呢 就是成立的啊 哪怕这个这个论点一看就是荒谬的 那庄子呢和惠子是好朋友 但是他俩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啊 因为他俩完全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 那这篇呢就讲那个庄子呢 跟那个惠师啊 就是两个人在那个豪梁之上 就是在一个城 一个小村庄啊 然后在那个地方游到一个桥上 豪呢就是一个地方啊 梁就是应该是桥 然后庄子看着这个鱼哈 这个条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啊 他就感慨哎呀 这个鱼啊 你看 在在水里面游来游 从容的游来游去 这鱼是多么的快乐 这惠子马上就反问 他说你不是鱼 你怎么能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就反问道 说你又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那惠子马上就用推理啊 这是典型的三段论啊 对了 你刚才说的没问题 我不是你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但你也不是鱼 所以你也不知道鱼的想法 所以你更不可能知道鱼的快乐 你没话说了吧 就全影 到这里我已经推断了 已经把你逼到这个死路上去了 那从逻辑的角度 是不是逼到死路上去了 我觉得是啊 就是那你不知道鱼 你怎么知道这块 你就是随便的猜想啊 那庄子是怎么回答呢 庄子说 请回到这个咱们最开始的这个点上来 你问我 你说呢 我怎么样知道鱼的快乐 那你这么说的时候呢 你实际上就是知道呢 就是说我呢 自己我自己告诉你 我知道鱼的快乐 那我就回答你呢 我不回答你那个问题 他说我回答你呢 我在豪上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大家会觉得奇怪 这种有点莫名其妙啊 其实呢 这里面就是谈了两个人 其实就相当于叫我们叫做那个风马牛不相及啊 那个庄子呢 谈的是生命的体验 什么意思呢 庄子谈的就是说 大家其实非常理想 庄子谈叫物物 叫荣于物 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书画一样 庄子说 我呢 我站在这个蚝上 为什么我带蚝上 我就知道了 因为我站在这个蚝上 我看到这山 看到这水 看到这柳树 看到这鱼 在水里面快乐从容 我觉得好快乐啊 那因为我是这些 这些景物 这些动物 这些中间的一份子 那我跟他们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快乐的时候呢 我感觉到 我认为我体验到的 这个世界 这鱼呢 的从容是多么的快乐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从鱼的这个快乐当中 鱼的这种自由从容的这游的 我体会到的就是说 我的人的这样一种 应该达到一种境界 是像鱼一样的自由从容 和万物一体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这是庄子的这个生命体验 那惠子呢 它是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 常用的这种科学分析方法 叫 其实不叫生命体验 叫做世界探索 就是或者叫 叫做我们叫知识论 那什么叫知识论呢 就是说 一个东西呢 这个我是我 这个外物是外物 我要证明一个外物呢 有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就得必须要去 用一个 能够确实的方法去证明它 那简单的说法呢 就是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什么呢 如果惠子呢 想要证明这个鱼是快乐的 而且要证明这个庄子说的 这个鱼的快乐呢 和鱼的快乐呢 是一个快乐呢 那他其实会做一个 这个办法 他会把那个庄子的脑电波测一下 庄子很快乐 那庄子脑电波呢 是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下 那一波三折 好 那我再去测鱼的脑电波 如果鱼的脑电波也是一波三折呢 那鱼也是快乐的 那鱼跟庄子是在同一个快乐的层面上 那如果鱼的这个脑电波 跟庄子脑电波完全不一样的话 那么鱼呢 就不应该说它是快乐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鱼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人与人之人 那么他呢 就是说 就是现在我们特别容易 他叫物与物 什么叫物与物呢 就是我站在一个角度 我来看这个外物 这个外物呢 是在我的这个心事之外的 是我要去探知的对象 那么庄子呢 就是特别批判这个惠子的观点 就是说因为你这样子去看外物 所以你就被外物 你在主物 什么叫主物呢 就是你在追逐外物 你在追逐外物的道理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在主物 那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为物所困 那你为物所困呢 你就生活就形体啊 各方面就会劳 就会疲劳 包括你的神啊 他我呢 叫荣誉回到这个混沌的状态 何物何为一体 好 那为了理解这一篇啊 就是下面呢 就是到那个 就是那个奇物论啊 这段更拗口啊 那个 但是呢 这段呢 就是跟上一段有关系啊 因为在上一段里头呢 就是庄子就说 他跟这个鱼 跟这个自然界融为一起 所以他体验到了这个世界的这种秩序 世界的道 所以这种道呢 带给他的这样一种本源的快乐 他叫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与我并生 那这一段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跟我读一下 他叫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 而泰山为小 莫寿乎商子 而彭祖为天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既以为一 却得有言乎 既以为之一 却得无言乎 一与言为二 二与一为三 自此以往 巧利不能得 而况其反乎 故自无是有 以至于三 而况自有是有乎 无是言应是乙 哇 这段话真是太拗口了 叫奇物论 那我把那个中心提起来 奇物就是万物与我为一 那个天地与我并生 但是这个意思 写在这容易 这个图呢 也能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解释起来挺难的 没关系 我就是说 我自己也不懂 我就是把文字 那个翻译成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起来 很有意思 那给大家来 做一个引子 可以往下面去体会 我们讲不叫探讨 因为在庄子 它是非常反对探讨 叫体验 他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梦 而太山为小 莫受乎伤子 而彭祖为天 这就是破了 我们叫相对的观念 因为我们都觉得 泰山大 秋毫小 他说 天下最大的 莫大于秋毫之梦 那就是破得了 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 莫受乎伤子 什么叫伤子呢 就是出生一个月 就去世的小孩子 彭祖是什么 彭祖是活了八百岁 他说长寿的 这种活了一个月的小孩子 最长寿 那么什么最大的 天下 秋毫的末是最大的 谈到小 什么小 泰山是小的 彭祖 谈到短命 彭祖是短命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意思特别绕口 其实这句话就是破 我们所说的这种分别论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 比方说对于病毒来说 我们现在就新冠病毒 那么秋毫之末 一个叶子的末端 就是我们的寒毛的末端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 对吧 他几百万个病毒都可以从秋毫末端 就是说生存 但是从对于大鹏鸟来说 对于天上那种翅膀有九万里的大鹏鸟来说 或者说从我们从很远的人造卫星上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泰山来说的话 他是小的 他连那个秋毫都算不上 你用肉眼其实都根本看不到 有可能 对 那破了这个 然后他说从时间的长短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觉得一个月很短 可是对于一些动物 它是一些菌类 一些细菌 它是朝生暮死 从来没见过晚上 或者说有一些人 可能就是大概活个三两天 他说对于这些人来说的话 就是说那个是属于一个月属于不可知的领域 就是他压根想都不敢想 那彭祖为天 那为什么说彭祖为妖 不是天老妖 那他说彭祖有个好朋友 有个传说叫做陈团老祖 道家的一个著名的仙人 说陈团跟彭祖是好朋友 那陈团是个神仙 所以他睡觉有一次一睡觉 不小心睡过头了 睡了一千年 他醒来之后找彭祖下棋 问童子彭祖在哪里 他的童子跟他说也是当一之神仙 说彭祖已经死了 他说彭祖的寿命怎么这么短 其实这个在道家里头 就是特别厉害的一点 就是从这一点 就是看着像是个预言 但他这一点就是说时间长短 他破除你的分别论 比方说我们有美就有恶 就有丑 有善就有恶 有高就有下 有珍贵就有平凡 有富贵就有贫贱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一个观点 就是你站在外头去看 因为你站的角度都不同 所产生的一种观点 所以他就反对这个 就先破你的分别论 就是这种二元论 他说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以我为一 就在我看来 我看天看地 就这个世界是跟我同时存在的 天地比我们长远多了 我这个寿命才多少 可是如果你从生命去体验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只要在 我就是在天地之间 天地之中 我不在 我也是在天地之中 我只是肉体形体不在的 但我还在天地之中 那我在没有肉体之前 我在天地之中 我有了肉体之后 我还在天地之中 我没有肉体之后 我还在天地之中 所以天地与我并生 我并没有 这个和天地 我是天地一样开始 和天地一样存在 万物与我为一 那万物呢 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 不管是树草鱼什么之类的 跟我呢 我们都是一 不是说我是那个鱼 或者鱼是我 不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中间的一个 那这个世界是什么呢 不是说天地之中有形 就是个道 就道家这个道 这个无形的东西 这个混沌的这个道 说不清道五云的这个道 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我们呢 都是一个整体 不能切割的 好 然后他就开始就讲的很有意思 这就到了那个老子的那个 他说既以为意 切得有缘乎 既以为意 切得无缘乎 玩了一个语言技巧 他说呢 哎呀 这个万物与我唯一 世界就是一个混沌的一个道 这个一体 那这个一体呢 哎呀 既然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有分开来说的必要 他说 但是既然呢 就是说已经是这个一体了 就是就只有一个一存在 那切得无缘乎 说说也无所谓 那南北京老师在那个 他里面就说 就举了个例子 他说就像你说的 你说我不对 那你为什么骂我 那有人回答就是说 既然你不对 当然也不必骂你了 但是既然你不对 骂骂你也无所谓 用了一个这种类似于禅宗的一个公案 他这里面就说到 这其实是有深意的 为什么说 因为在那个老子里头有说到那个道可道 非常道 就是说道如果说出来的道呢 就不是我们主要阐述的那个这个大道了 那明可明非常明 我们要命名的这个也不是我们要真正想要命名 就是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不是了 那为什么不是呢 他就说他下面就说了一语言为二 二语一为三 那什么意思呢 在老子里面有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这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庄子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解释 他说现在是个浑原为一 这个道不可说不可明的 现在我突然之间就是说我在这个里头 我想思考一下这个道是个一 那马上就出现了一个一 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思考的我 一个主观和一个客观 你和你的对象就产生了 所以当你就是说想要去说一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二了 有一个你和一个你观察的对象了 那当你有一个你和你观察对象的时候 然后呢当我说这句话 老实际上已经有三了 什么叫三了 就是我已经在观察我和我观察的对象了 好 就道生一生到此结束了 到此呢 他就说这个世界就是说这种 魂一的状态呢 已经彻底不存在了 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分别的一个世界了 那这个分别的世界呢 自此以往巧立不得 从这个三呢 老子里面有说三生万物 什么叫万物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这一个小点开始 从我们开始有这种分别心开始 巧立就是数学家 就是你用算术都算不清楚 它以后的变化了 那在佛学里头有经常有说到 就算术避遇不所能遇也 也就是算不清楚了 这种变化 根本就算不清楚了 他说何而况其反复 我们作为一个凡人 还想把它推究清楚 这可能吗 这就是他批评会师的这种有之论 就是 以生而有芽 而知也无芽 以有芽之生而追这个无芽之实 是代义 就很危险 好 那么他接下来又说 自无是有 以至于三 他说从无啊 无呢 其实就是原来那个魂一的这个状态啊 不可说不可明的那个状态 那无呢 就是说当他可说可明的 他就是有了 那么这个变化呢 到这个三啊 他说这个呢 就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一个就是说很大的变化了 因为呢你从无生有到三很容易 但是你要再回到原来那个本出的状态 就是你把你的生命放进去 去体验 那种没有分别的 与万物唯一的那样一种状态呢 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像你想走回去 回到那种婴儿状态 老子经常说无婴儿户嘛 就什么东西都要回到婴儿状态 那个已经非常非常难了 这样你去体会啊 那说到这个呢 就是我想起来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这个话叫做我思故我在 我忘了是哪一个哲学家说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 反正肯定是一个西方哲学家说的 这句话很有名 其实这个呢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 道僧一一生二 这个二生三这个里头 因为本来你是这一个东西 在那边坐着 你可能就是说一动没动 你就是这个一 但你突然之间的开始想我为什么存在 那你当你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就是这个 有了一个你和你的这个存在 这样两个东西呢 这二就出来了 可你在那个我思故我在的意思就是说 哦 因为我在思考 那我在思考的时候呢 我就那个必须有个思考的主体 这个主体什么 就是我这个存在 所以我思考呢 我发现我在 那这个呢 就是变成了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个 有一个我 这是一的这个存在 原本的这个存在 有一个的思考的我 然后有一个这个 思考到我的存在的我 就是推演到这个东西 实际上它就变成了一个三了 当然你可以无尽无尽推演下去 那个 那么在这个庄子和这个会师的这个辩论里头 大家可以体会一点 我自己体会到就是 会师呢 就是会子跟他谈的就是我思 因为外物是我的对象 所以我在思考它 我思考它的合理性 而思考我的合理性 思考世界的合理性 思考我的和我的事 然后再思考我与世界的关系 那庄子呢是强调呢 就是说我在 你不用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就在这个里头 那你既然在这个里头 思考还有什么必要吗 那你想办法要回到那个状态 这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哲学 为什么都是一谈到哲学 说外国有哲学 中国的哲学 没有 其实看到这句话 这里面的哲学真的是太深了 好 然后他就说到呢 而况自有事有乎 他还是那句话 他说 从无到三 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一个过程了 那么从三到的变化呢 那简直是无穷无尽 那这个 你在研究它的时候 它还在变化 他说呢 就这样吧 无事严 就这样吧 到那里边没有什么地方 就是不可能到达终点的 庄子就跟会说 就不可能到达终点 就这样吧 好 就分享这两段 这两段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自己就从那个艺术的角度 从咱们前一阵看那个画的角度 就是拉了几点 就是说别看就这么几句话 如果大家读里面有很多预言 包括装周梦蝴蝶 大鹏鸟 等等之类的预言 都是非常非常的美 那所以说呢 推荐大家读一下庄子 它真的是一个 第一是一个哲学 第二个呢 是一个美学 第三个呢 更是一个心理学 因为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这个心理问题 都源于我们对于外物的这种追逐 或者对于环境的这样一种影响的 这样一种不能够这种解脱 那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还是从外面去找办法 那么庄子呢 他给大家提提供了一种办法 就是去生命的体验 就是说你要能够去体验这个生命 能够把这种物我对立的这种状态呢 能够给他转化出来 也就达到一种 佛家讲无物我 道家也讲无我 当然里面有细微的区别了 但是呢 他说体到这种状态 体会到这种你不被外物所欲 不被外物所困 不被环境所找的这样一种状态的话 那么你对这个环境什么之类的 你就不会有什么个挑剔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回到这种最朴素的状态 所以婴儿的状态 你也就是生命的最逍遥的状态 所以在庄子的那个开篇 头两篇第一篇叫逍遥游 就是描写了逍遥的状态 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第二篇就是歧路论 就是告诉你要达到这个状态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的一种见解 所以真的是可以理解 所以在庄子的对于这种人生的看法 对于世界的看法 这是诗意的 它不是逻辑的 这是像那个画一样 第二个呢 它是画意的 而不是对立的 它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眼里 是要对立起来的 第三个呢 就是它是无我的 而不是逐物的 所以它突破很多 所以在那个李白呢 就是有一首诗啊 叫做当得起义时 心与天壤俱啊 这其中一句话 就是当你真正能够悟到的时候 你的心与天地同在啊 就是古人的诗里面经常能看到这个庄子的这个精神啊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正好谈到这首诗 这个道理啊 可能讲起来呢 我觉得比较拗口比较虚无哈 那我正好那天在看这个时候的正好我旁边有一本故宫图册 我太太从台湾买来的 我突然翻到了这个翡翠白菜 我想这个倒是可以拿来这个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哈 因为这个突破高下差等突破分解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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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在人生中怎么使用啊 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翡翠白菜大家可以看它是一个玉 是叫灰玉 实际上就是翡翠所雕刻的一株白菜哈 然后呢 我想很多人可能应该都对这个翡翡白菜有印象 那这个白菜呢 我想我看能不能摄影一小段视频 只有一分钟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我看一下 等我一下有人在那个视频 对有人说是迪卡尔说的 对我也印象是迪卡尔说的 但我不敢不敢确认 所以就没敢 能看到这个屏幕吗 可以看到 好 制作翡翼白菜的匠师 透过充分理解材质特色 激发个人创意 协调天然与人为 结果似乎理所当然 我在放一个视频 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到 却出来了 匠师的这种巧思作品 被称为巧雕 翠翼白菜的育材条件不算完美 有着裂痕与斑块 但是裂痕隐藏在叶脉之中 斑块则成为 历经双害的洞痕 大自然的彩笔历经亿万年将这块石头彩绘成白与绿 又遇上一位慧眼独具的匠师 这一切都是巧合 技术天成也是工艺的极致 好就看这一小段 我买得回去 台北公公公院也有很好的网站 有很多这种介绍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说是突破分别性呢 因为就刚才说了 翡翠 它实际上拿到的时候 是一块 算是一块废料 第一个先说就是说白菜的事情 中国很多的这种艺术品都是寻常物件 所以为什么格物呢 但是玉本身来说它是一个珍贵的东西 我们就是说 中国人拿到非常珍贵的东西 比方这个玉代表珍贵 把它雕琢最普通的东西 白菜是最普通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 我们是希望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里面的思想就是说 希望把这种珍贵和这种普通 这种把它打破 就是说这两个中间的实际上是没什么区别的 就是你的一个观点 只是一个角度 那么通过把最真正的东西 叼成最普通的东西 让你去体会这样一种哲学的境界 生命的境界 那这个呢就是举个例子 就是跟西方呢就是说 像现代科学的时候有点区别 比方说我们谈到钻石是很珍贵 那我们会谈到橙色 那我们就会越珍贵越珍贵 那珍贵呢就把它做的就是更珍贵 然后呢把它雕琢的这个更珍贵 那如果这个钻石呢 它不是那个那么珍贵的话 比方工业上用的东西 我们就不叫它钻石 我们再给它个名字叫金刚石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无用和有用 那庄子经常说叫无用之用视为大用 那什么叫无用之用视为大用呢 这是他跟惠世的一个辨别 惠世就是说庄子的这个理论一点用处都没有 对这个社会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是惠子经常批评庄子大而无用 那庄子呢就批评他 就是说你的这个视野呢太受限制 所以叫无用之用 那这个白菜呢大家可以体会 就是说这个白菜呢是一个这个料 这个料呢大家说刚才说有裂痕 不光是有裂痕还有杂色 对吧 那么拿到这个料呢 它只是一块石头圆咕隆咚的 对吧 那么它是一块废材 可是呢 他他呢就是说拿到的他这个匠师呢 他在看这个东西呢 他能他觉得这个是我 这是我一体的 我能从中体会到 他心中就体会到这个东西呢 他能够就是说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于是呢他利用这个他的缺点 方才说了就是说把裂痕变成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白菜的这个脉络 把这个杂色呢变成了双冻的痕迹 那这个呢就是他把这种日常的这个生活 和这个狱 刁狱呢 他完美的统一到了一起 所以呢在后来那个武夫道合一的时候 朱熹讲格物啊 那什么叫格物呢 境界 你看这就是格物的境界 不是对一个对一个东西去误出他 哦这个物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科学道理 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是的 格物就是把这个物融到你的心里去 那把所有的物都融到你心里呢 然后你们心里呢 不是说你把物融 我说错了应该不是 应该是就是说你也融进去 你也没有了 那么大家呢就是说你跟这个世界所有的物 成为一个整体 而这个时候呢 艺术的创作呢 才会真正的就是说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啊 就是这里面就是无我 但是又有我 有物又无物的一个境界啊 所以呢 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道家的思想啊 尤其是这个老庄的思想对于中国的这个很多东西的影响非常大 再举个例子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书法绘画 可以看到我们用的这个工具 可以看到西方的就是他用工具是越来越复杂啊 比方说各种各样的这种雕刻绘画的各种工具 可中国在这个艺术创作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方向书法绘画 他慢慢的就把它统一起来了 也就是说呢 我尽可能最后就是用一只毛笔 就可以表达我对艺术的这样一个理解和追求 无论它是书法还是这个绘画 那这种呢就是说他在摆脱对于这个物质的 对于这种工具的依赖 实际上也是在对摆脱对于物质的这种更多的依赖啊 而追求一种生命的解放啊 所以呢这个里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呢 今天早上呢 正好在听另外一个那个讲座的时候 也觉得挺好的 他就说他说这个其实中国这些古代的这些经典啊 在100年前应该不是100年前吧 60年前其实还都是很多人在读的 也大家都是以他作为学习的一个主要的东西的 那么到了现在之后呢 那个不读呢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几十年和中国这个六七千年的文化来说的话 只是一个短短的瞬间啊 哪怕从孔子那边开始就2600年啊 那我们现在呢 只是说要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读这些传统的这些东西啊 因为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啊 几十年前 大部分中国人都还在读它们 之前小小的这个分裂呢 只是一个暂时的啊 那这些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受用的啊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我自己这一阵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像论语啊 刚刚我先说庄子啊 老子啊 千金百家啊 这几本书不是很多 加上孟子啊 其实这书真的不是很多 但这些书呢 就像是一个石堡的篮子啊 就像我们到海滩上去捡被壳 那我们呢 有了这些东西呢 有一点点基础啊 我们就相当于就获得了一个篮子 那这个篮子呢 捡咱们中国文化这几千年的贝壳呢 就很容易了 有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放在篮子里 那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读读 这些基础啊 那么你就是一张空手上到这个海滩上 你虽然有时候也看一些东西啊 但是你看呢 捡一个贝壳呢 再捡一个贝壳呢 两个手就站满了 你就没办法再捡其他东西了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从本上来啊 就是我们小孩子也是一样 我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有所熟悉啊 好我这是先再三强调一下 我对这边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搬运工啊 不敢说有自己的体验在里头啊 只是给大家激发一点这个兴趣啊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是愿意谈一下的 也可以随时打断我啊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谈论语啊 这个 论语我先恭喜大家哈 大家已经把这个 理人第四学完了 这很了不起啊 因为其实前四章呢 相当于是论语思想的一个 总纲啊 总阔啊 读完这四章的话 其实对孔子的思想呢 就很深的了解了啊 所以说我现在真的要是恭喜大家 也跟我一起哈 我们大家一起随喜 那接下来呢 几章呢 主要是孔子和弟子 之间的一些对话 还有孔子对弟子对于一些当事人物的一些评价 孔子的这个日常的言行举止 弟子的一些记录 那中间当然也有一些孔子的这种教学中间的一些言语啊 那么他呢可以说是实践 也就是说前面呢是讲了一个理论总纲 现在开始谈到实践了 那实践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去观察观察 这个孔子孔子弟子的为人 还有孔子对于人事的判断 然后再做出一些 再对孔子有更深的理解 所以呢接下来的学习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好这个我们先学这个龚也长啊 龚也长是第五还是一样啊 就是他开头的这个前三个字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啊 子为功也长可弃也 虽在累谢之中非其罪也 以弃子弃之 子为难容 邦有道不费 邦无道免于行路 以弃凶之子弃之 好 你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谈孔子的家事啊 这个 这个就进入到这个故事比较多的环节了 先说孔子说 这个看到一个龚也长一个年轻人 他说这个人呢 可以把女儿嫁给他 虽在累谢之中 累谢就是监狱啊 虽然他进过监狱 我们这边叫监狱 监狱叫做就是社会不良分子啊 进监狱了 非其罪也 他是被冤枉的 不是他的罪过 孔子呢做了一个什么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那这个龚也长呢 是孔子的弟子啊 他到底有什么事迹呢 在孔子的这个正史中间呢 记载的比较少 好像是在吕氏春秋里头有记载 那简单的说一下啊 就是说 那个说这个龚也长呢 是有一个特点啊 大家都有些人可能知道 就是龚也长懂鸟语 说他懂鸟语 这是传说 在古代呢 其实我觉得有这种能力的人蛮多的啊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这个隐私越来越差了啊 所以说我们慢慢这些 一些技能我们就丧失了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怀疑龚也长 是不是能懂鸟语啊 那龚也长呢 懂鸟语 他呢有一天呢 这个在路上走 看见一个老太太哭得很伤心 他就问那个老太太呢 说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老太太就说呢 说我那个 儿子找不到了啊 好几天不见了 我就特别伤心 然后龚也长呢 正好听到这个鸟在天上飞 说那个 西谷里头呢 有一具尸体 说好 让大家一起去吃肉 龚也长就跟老太太说 说那个没关系 你跟着我走 我能够帮你找到这个你的儿子 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个河边 然后就找到了那个 老太太儿子的尸体 那老太太当然不干了 老太太说 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儿子被杀了 而且尸体放在这儿呢 你一定 你就是那个谋杀犯 然后就拉着龚也长去报官了 那这个县官 我们不叫县官 叫当地的那个义手 就问他 那怎么回事 他说我懂鸟语 那意思是说这是天大的笑话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懂鸟语 他说你行你懂鸟 你可以我把你关起来 你呢 我要杀你头 但是还有时间 在这之前你证明给我看 所以工艺厂就被关在监狱里头了 如果时间太长他就被杀掉了 好像大概是过了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就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说还没有杀他之前 结果他运气挺好 有一天正好有一群鸟飞过他的这个 我想这个鸟呢可能平常也不是老说话 尤其在飞的过程中可能不怎么说话 停下来说话 正好是落在这个监狱的这个窗口 然后呢就说呢 说那个官道上呢 有一辆那个装蛊物的车呢 倒了很多蛊物洒出来 说我们赶紧去吃啊 就是麻雀 上次那个应该是乌鸦 乌鸦吃肉 麻雀吃骨子 然后呢这个 然后工艺厂呢就赶紧告诉狱祖 说你告诉那个异手啊 说那个鸟们告诉我 有个官道上有个凉车倒了 他们在去要去吃骨子 那个异手挺好 派人去查看 一查看果然有个车倒了 那这个异手还是蛮清明的 他觉得没问题 在那个时代 我觉得他是能够相信把它放出来 在这个时代 我估计可能还会不一定会把它放出来 可能还会有阴谋论 这个跟狱祖窜通啊等等 之类的事情都会出来 好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通讯工具 所以呢就相信了工艺厂 工艺厂发唇 这个故事呢就是讲到这个孔子 叫什么选人的一个标准 就是孔子看人 就这里面他选 给自己女儿选这个妻子也是一样 他选的人呢 这个人呢 你看工艺厂通论个故事 他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呢就是他德性非常好 为什么呢 那个老太太呢就是说 儿子找不到他要去帮他 那他帮他呢 他肯定是轻易不会告诉别人 他懂鸟语的 或者他基本上是不说的 但他为了帮人的时候呢 他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那当冒这个风险呢 他就会进监狱 那进监狱呢 他也愿意冒这个风险 说明他的德性是蛮高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呢就是 并没有这个着荒 他呢就是说找到一个机会呢 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后呢出来 那工艺厂呢 据那个历史记载呢 就是他是比较贫穷的 然后呢也不太爱说话 但是呢就是那个为人处事呢非常的忠厚 那孔子呢就把这个女儿就嫁给他了 是看中他的德性啊 就是我就我在想这个故事有点异的 就看他当时那个德性 那另外一个呢就做个对比哈 就说南荣 他说这个人呢 他评价是帮有道不费 帮无不道免一须的 这个人呢有个特点什么呢 这个国家呢就是这个国君贤明的时候 这个治理都非常好的时候呢 他呢不会就是说成为一个就无用之人 也就是他一定会出来做事 然后他把事情做得很好 绝对不会躺在那里就是吃闲饭 但是呢国家混乱的时候呢 他很有智慧 他把自己躲藏起来 或者说他说话很谨慎 然后呢 那个不会被遭受无辜的刑罚 你看那个呢是牢役之灾 是能够自己免掉 这个呢是不会遭遇牢役之灾 这两个呢都是说谨慎自首 这就是谨慎自首 那个南荣呢 那跟龚也长有一个大区别 我查了一下那个历史资料呢 南荣呢是孟怡子的小儿子 所以属于贵族子弟 家庭比较好 然后呢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孔子学习礼法 那他呢就是有个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很注意德行 他读到那什么那个诗经的时候 讲到白玉 就是白玉啊 就是不让他有一点污点啊 就那种诗 那他就反复送读啊 就是一直就不要有什么污点 要有德行 一个人要洁身自好啊 那孔子呢就觉得他挺好 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 他哥哥叫孟皮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南荣 当然首先南荣也愿意啊 南荣呢 因为南荣是贵族子弟啊 那个孔子的这个哥哥呢叫孟皮 是一个脖子 据说是一个脖子 是他的父亲跟另外一个妾一起生的 那比孔子要大应该大不少 然后他女儿呢 他应该家境也是比较贫寒 但是呢因为他是个脖子 在古代呢 这种不能够坐着 不能够从一家之长 所以孔子应该是一家之长 那孔子呢 就是为他的这个哥哥的女儿 选了一个好去处 这个手艺又有德 又有财 还有钱 这个 而且还非常心甘情愿的 就是说娶了孟皮的这个女儿 当然我相信孟皮的女儿 德性也是非常好的 在孔子的教育之下 那我自己就体会 大家也可以体会 就是说孔子选这个生活中 你看他选自己的这个女婿的时候 他实际上就践行了自己的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重德性 对吧 他重德性 但又不是说一味重德性 他里面还有几个要考量的东西 比方他就觉得一个家庭的应该是稳定 这个这个作为丈夫来说应该能够就是说也有才能够施展 但也能够紧于自首啊 能够就是免于行路啊 那所以说他给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女儿选了这个工业厂 有德性 但家境比较贫寒 但是能够就是说好好过一生的啊 那当他给这个自己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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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在选的时候 他要考虑到德性 但是同时呢 他哥哥不是他我在猜想啊 那他要考虑到他哥哥的感受啊 所以他给他介绍了就不光是德性好 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啊 这个在常人眼里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也还是蛮重要的啊 那孔子呢在这里面做了一些平衡啊 做了一些平衡 但是他的核心 他对这个这个这个我选这个人 他的标准呢 确实一样的 却没有什么这个根本的变化 所以我在想孔子呢 第一个就是孔子应该绝对不会选子路作为他的这个女婿 因为祖路虽然是孔子的得意门声 但子路叫好勇过我无数取材啊 而且孔子当初就断定说子路不得好死啊 那个当然子路年纪也大了 他是小孔子三岁还是六岁 但是我想这个应该不是的 然后孔子也特别反对这个这个这个语言 就是嘴巴特别巧的这些人啊 那在之后孔子好几个讲到这个关于语言 那语言而明显是吧 巧言并似行 所以我猜想孔子可能也不太会 所以把女儿嫁给子供啊 子供当然是很有钱了 是个商人的 但是可能嘴巴比较厉害一点 那有人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不把那个女儿嫁给延徽呢 延徽的德行不是排第一吗 我自己想的主要可能是年龄的问题 因为延徽是孔子年纪很大的时候跟着孔子啊 那个才二十几岁 二十九岁应该就病逝了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呢 孔子的这个女儿应该都四十岁了吧 三十多岁 四十岁应该是有了 好 这就是随便先说一说哈 就讲一个故事 好 这里面就是讲的 大家从这些里面就观察 就是把孔子当成一个鲜活的人啊 来观察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又是他另外一个字体啊 那孔子就说子贱 说君子在若人 卢无君子者 思焉取思 孔子就为 就跟那个他一个另外一个弟子啊 就评价他啊 叫明子贱 他说啊 明子贱呢 真是个君子啊 他鲁国呢 要是没有那么的君子啊 他又是从哪里取得这样的品德啊 那是夸了两个 第一个呢 是夸明子贱 明子贱呢 德行非常好 第二个呢 是夸这个鲁国 还有这样的一个君子之风的这样一个基础啊 我记着那个明子贱的那个故事呢 还有好几个 但是其中呢就是我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啊 我就代表他这个德行的啊 就代表他这个人不光是有德行有智慧的 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孔子的那个应该是哥哥的儿子吧 和那个明子贱都曾经被那个鲁国国君派去当官 就是管理一个小城 然后呢 那个孔子呢路过他哥哥的 就是他侄子的那个地方 就问他 你当这个小官 那个有没有什么德 有什么有什么有没有失 那他那个侄子就告诉他 我在这边当了三年官 什么也没得到 全是失去的 那是你失去什么 他说我在这边呢 就是说 做官 学习政治 三年之后呢 什么也没学到 然后呢 这个 因为太忙嘛 所以呢 本来是要学习的 但是因为太忙 什么也没有学到 他说我失去了学习的这个机会 他第二个呢 他说这个我这个俸禄太少 自己呢 就喝粥还不够 所以呢 也没办法就是照顾到亲戚朋友 所以失去了亲戚朋友的这个 亲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情义 亲戚的情义 是吧 这应该是亲戚的情义 第三个呢 就是说因为实在太忙 所以呢 朋友之间呢 也很少来往 所以呢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方孟子就听了之后 觉得很失望啊 然后他就去了这个 明子谦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小城 他说明子谦 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德和失 他说我有三德 没有失 他说那你有三德 他说我呢 之前跟着老师呢 学习这个 这个仁义 理智 他我学了之后呢 现在呢 有机会呢 去在实践中锻炼 我的学习呢 就更加精进了 就是收获更大了 他说这是我一德 学而有实啊 有实践 实践而又有反制于学习 他说我得到很多 他第二个呢 他说我有俸禄了 虽然很少 但是呢可以分给亲戚朋友了 所以亲戚朋友都能够受到我的帮助 有有有可以得有惠啊 于我啊 就是可以就是有惠于我啊 他说这个呢就是我跟亲戚 亲戚 亲戚 亲戚之间的这种情感呢 更加的增加了 他说我第三个他说我虽然很忙 但是呢还时不时能够照顾到朋友之间的这种交往 他说跟朋友之间呢 就是说朋友更能够就是说跟我 就是说更觉得我是一个朋友了 更值得交了 他说呢 他说我呢 你看我得到了三个 这个故事我是觉得蛮蛮喜欢的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反映到这个 孔子为什么评价这个 林子监是这么一个人啊 因为那个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同样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说两个人的态度啊 其实就决定了他们就说在这个地方呢 究竟是得到了还是失去 那都是处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官啊 也许就是管一个我打个不恰的里面 就街道办主任吧 就是一个小官对吧 然后呢这个薪水呢 没多少四五千块钱 然后呢整天忙的不可开救 那他的这个这个职子呢 从这个世俗的角度出发 很简单嘛 他就是从这个利的角度出发 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毫无利益啊 这个钱没拿多少 这个事情呢忙了一大堆 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也没照顾到 然后呢亲戚呢还埋怨我 就是那那是这是他的一个感觉 可是名字签呢就完全相反 这个学问呢得以实践 所以呢德行能够不断进步啊 能力也能够不断进步 然后呢这个钱呢 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 有了之后呢还可以分给亲戚朋友 那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是 不管是我有一块钱还是两块钱 我能够去照顾到亲戚朋友了 亲戚了 朋友呢 我虽然特别忙了 但是呢我觉得跟朋友真的交往 我尽可能的就是安排出时间来来去 来去跟朋友去去交往 那这个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名字签夸他了 当然名字签还有一个故事就是 叫做智肘啊 我们有一个叫做什么 有一个词叫智肘啊 那就是也是讲名字签 因为名字签呢在鲁国国军那边的时候 他很有德行 但是呢鲁国国军呢不太信任他 他去做事情的时候呢 总是就是说 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干涉啊 保持名字签就啥也做不了 后来呢他总有一个机会呢 就把名字签放出去 可能也是这个地方吧 就是做一个小城的一个主管 那名字签去了之后呢 他就叫两个书记 就是帮他把那个就是参加那个欢迎会的一个 所有的那些乡身的那个名字呢 就抄写下来 他好记得 结果那两个人在抄写的时候 名字签呢就扯他们的袖子 就一直不停的扯他们的袖子 结果他们当然就是写的一塌糊涂啊 结果呢等到这个 宴会的时候呢 他就把那个纸拿出来读 结果读了两句呢 他就把那个纸扔来 他就骂那两个书记 说这两个人实在太差劲了啊 这个抄的这个完全看不懂 实在是不怎么定 然后那两个人就气坏了 然后觉得这个名字签对他们实在是太无理了 然后就向名字签这个辞职 名字签也没有问题 还跟他还跟他们说 你们去那个国军那边去告我吧 然后那两个就很生气 然后就跑到那个路过国军那边去了啊 首先说一下就是过去的国家都很小 不像现在啊 甭说见国军了 你见个县长的国军 你没有预约个一两个星期 你都不想见到 有点小事啊 那两个人就跑去了 然后跟那个国军就把这事情用事 然后国军就说 哎呀他说那个名字签是故意 就是故意让你们两个两个人到我这边来呢 就是说呢 他说我呢 就是名字签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制肘 就是制肘他 就是拉就是拉他袖子啊 就是啊 老是干涉他 搞得他就是说什么事情做不到 他呢就是告诉我呢 其实要做好一件事情呢 你一定不能制着我 也就是你要完全信任我 所以名字签的鲁国国军呢 就派人过去了 就跟名字签说呢 说我现在任命你呢 当这个地方的这个管理这个相当于一手啊 你就当是你自己的国家了啊 不用管我了啊 就是给他放权了 结果这个名字签用的是这个 应该是孔子的这个理智教育和老子的无为儿制 把这个善夫制的非常的好 治理的非常的好 那也是当时成为一个楷模嘛 所以孔子当时也是很感慨说 哎呀像名字签呢 你才放在善夫这样一个小地方 实在太可惜了 如果给他更大的地方呢 他可以做的更好 就是这是对名字签的一个评价啊 这也是反映名字签的一个智慧啊 他怎么样就是劝谏这个鲁国国军啊 所以这每一个这个工业厂里头 每一个里头都有故事啊 就是每一个弟子的故事啊 这是子签的这样一个故事 好 我们再讲一个啊 子贡问曰 刺也何如 子曰 如 弃也 曰 何弃也 曰 胡连也 子贡呢 去问孔子 说 老师 您对我怎么评价 孔子说 你 是一件有用的器皿 子贡呢 呃 是一个这样的学生啊 呃 老师一般第一句话说完之后呢 他绝对不会满意的 他一定要跟上一句 他一定要打破砂锅瘟 到底哈 那在孔子嘉语中有记载 子贡呢 经常会说的孔子无话可说 其实不是孔子好像理屈自穷啊 是孔子已经把他的这个能说的就是说 子贡想要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他了 所以子贡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优点啊 他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器皿呢 他说是胡莲也 那胡莲呢 大家看到有两个玉字旁啊 顾名思义啊 这个胡莲一定上面有玉的装饰 咱们古代叫邪玉旁啊 那书上说呢 是宗庙中成 祖祭之器啊 就是祭祀用的那些古物的 这样一个气质 他是用竹子的 然后旁边的用玉装饰的 又贵重又华美 那这句话是说这个子贡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很简单 他是庙堂之器啊 庙堂之器就是干什么 他是一个出色的这个外交家 同时也是出一个出色的这个 这种政府官员 那后来这个子贡呢 一点都没说错啊 那子贡的那个外交大家都知道了 就代表这个孔子 代表鲁国去出使这个齐国 越国 吴国 晋国 最后呢 就是他的一趟转的话 叫做 救了鲁国 乱了齐国 灭了吴国 成了越国 对吧 那把这个故事呢 是比较有名的 那么他后来呢 就是说 大家可能知道子贡是经商非常好 实际上他最后呢 不是因为经商 他最后呢 是在齐国好像是做到那个宰相的职位啊 后来是死在齐国啊 那实际上就是说子贡呢 就是说按照那个孔子的说法呢 他在这个世间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能人 人才 大人才 国家总理一级的这样一个人才 对 那但是呢 那有一点大家要思考的就是说 是不是子贡就是在孔子这个学生中 他觉得最满意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孔子对子贡是有很多的批评的 那孔子呢 以后往下大家看都知道了 孔子呢 对于学生呢 有过则说 有好的地方呢 就赞扬 对每一个学生的这种评价呢 都非常中肯 那 但他这个中肯呢 不是说是以自己的好物 他这个中肯是以他心中的这样 他认为的这种人意的这种标杆来衡量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学那个李仁第四的时候 记者没有什么 孔子有说过叫做 唯有人者能好人能误人 那评价一个人呢 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好的地方 和错的地方进行评价 好物就进行评价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标杆 就是孔子这个人的标准 那能够达到孔子人的标准的人是非常之少 能够达到君子标准的人呢 稍微多一些 那子购呢 还属于这个气的标准 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德行方面呢 还有人的方面呢 分数还是相当的低的 那所以孔子在第二章是有讲的君子不气嘛 他说一个君子呢 就是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器皿 也就是说君子追求的是心中这个仁义啊 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庄子一样 你看庄子追求的是万物其一啊 那他不追求说我要去做一个有用之物啊 比方说在那个庄子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我想成为一棵树直直的 能够开下来做做那个粮柱 他说这个呢就叫做器用啊 那我愿意做一棵无用之用的大树 所以说呢这个君子不气呢 意思是君子不追求这个某一方面的技能啊 君子追求的是这种啊 人生的这种啊 德性的这种提高 达植与致散的这样一种境地啊 所以对于子贡这个弟子呢 孔子呢 其实这个评价是非常重肯的 就是你是一个世间的能人 也是一个世间的能臣啊 可以去协助这个国君治理国家呢 但是你在这个德性方面的这个分数呢 我就不给你打了 那在以后的学生大家有会看到就是说 那个子贡呢实际上来说的话 那个有几次跟孔子的那个讨论中呢 孔子都指出他的一个缺点 那子贡的一个缺点呢就是 他的优点呢是在于他对道理呢认识的很清楚 比方说他对孔子的这个学问 他就能够有很深的这个见识 他说子质这个孔子的学问我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孔子的这个对于这个天道和命的这个研究呢 我是无法契机的 那他也是曾经说过那个说孔子呢 就像是那个庙堂的那个就是那个宫殿一样啊 里面的深度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就是像那个小矮房子 那他对很多孔子的道理呢 也都非常的这个能够体会 但是呢他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他喜欢放低标准 比方说他觉得这个姚顺之道非常好 但他实际做的过程当中呢 他又觉得好像这个标准应该放的低一点 要是太高的话可能世人不能接受 所以呢孔子就批评他就是说 你呢总是老是担心就是说别人对你的这个看法 其实这个呢也是这个就是能说的人啊 其实有时候大家自己心里去观察啊 就是特别就是在人面前特别能说的人 往往心里就有一种喜欢就是说 在意别人的这种看法的这样一种心态啊 那孔子呢就是也是多次提醒子贡啊 不过人的习气是很难改的 子贡在孔子去世之后首校六年 但他之后呢他还是这个经商啊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没有能够就是说 像有些学生一样专心就是说 在这个去传播公司的学问啊 这个也是稍微有点可惜啊 好 我先讲这个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好 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也可以的 把这个screen再重新search 这么安静啊 那个 那个 你好你好 听见吗 听得到 还是好像回音 回音是我的 我的那个麦克风没关 你说就好了 我现在 那个 那个 我们是个子贡 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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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谁还没关 听见吗 听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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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哪一位 我是王博 王博 是吧 你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 有两 我看有一个 两个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关掉 我知道 我现在把我经营 你说应该没回音 好你来吧 现在回音 还是有回音了 我听着还可以 应该没关系 您有两个 您有两个 iPad 或者电脑 或者手机 你再试一下好了 你再说一句话 对 好像没声音了 我没声音了 可能下去了 是不是要重新再上 行 那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家长老师有 有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 可以听得到你 现在应该没问题 还是有回音 我听着还可以 反正我就想说完那个 我刚刚听到那个子宫 他们说那个支付出 原来家里面就很有钱 好像是 而且呢 他就说他那个像那个孔子 他周游那个列国的那个费用 就说都是那个子宫好像资助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说他你刚才说他什么 那个之后是从与经商什么 没的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那个 嗯 他也讲的言语科吧 我那个言语科里面 他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宰我 一个宰我 一个是那个子宫 嗯 反正我我我我了解的故事 宰我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就像你讲的 他那个特别说的话特别多 你知道 而且呢就是 他后来因为就是他到了什么齐国里面 然后呢就是 齐国不是有个田氏吗 他那个说就跟那个齐王讲 那个前世呢 想的是什么造反 结果呢 他自己反而呢 就是说被那个被杀了 所以就你刚才讲的 他这个也就像你 你讲的 这个孔子 孔子就说 他最最欣赏的学生 他都是你也比较有德行的学生 像那个言语科的这些人 非常能说的人 他肯定不一定看得上 反正这些人有时候像这种嘴巴太狠说的人 结果就有时候呢就搬弄是非啊 反而把自己招来杀人之祸 这个就感觉就是 所以那个孔子这个人还是很厉害 因为他呢虽然说的儒家好像就是什么 什么讲究什么德情啊 不以事无尊啊什么东西 但其实他这个孔子对这个 他学生每个特点啊 每个人的人性啊 就像你看讲的子物一样 他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能根据他的 他能预见的社会上这些 因为他那种性格 他能预见的在这种社会上 他以他以后的命运他都能看得出来 所以他呢对学生也因禅是六 我觉得这个孔子也是比较厉害的地方 特别你今天讲他怎么给自己选女婿 给自己的兄弟的女儿选女婿啊 我这个也是 还是蛮听到蛮有启发的 好 谢谢王伯 对 好 谢谢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挺好的 也是你看你平常也是看的蛮多的 对那个子贡他其实成为孔子的学生的时候呢 他家里面条件也相当不错的 那个 在孔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周游列国的时候 他也是无怨无悔的跟着 然后也提供资助 不光是提供资助啊 好几次 危难的时候都是子贡出去 因为他认识人比较多嘛 然后就是去陈采自危的时候 他去到楚国去搬救兵 那其实我这也是特别想说的 其实孔子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高富帅 那个但是这个高富帅呢 这个也是这个死心塌地的在孔子 跟着孔子去吃苦啊 那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平常人看来是吃苦啊 对于他来说的话 这段这段时间其实他是 应该对于子宫来说是他人生这个最精华的部分 应该去提高自己 对刚才说的也特别对 对然后孔子其实对于这个言语的伤害呢 其实是特别的谨慎的 因为孔子所出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乱世 这个乱世的话就是说 孔子其实在他的这个言论里面 刚才那个我们提到 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好 就是其实他会认为就是说在乱世 尤其是在乱世啊 能够自保的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是你的这个什么技能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能够自保的东西 反而是这个德行 反而是这个德行 那其实就是说这种谨言慎行呢 实际上他是德行中的一部分 他是德行中的一部分 那在那个时代呢 就是宰我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虽然那个关于他叛乱被杀的那个呢 可能就是说实际上有不同的争论啊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确认的 就是说孔子对于载我呢 有很多这种负面的评价啊 就是说那个批评他 但这个批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出来 孔子呢就是是一个好老师 好老师的一个什么特点啊 也是也是他学生的一个好朋友 那我觉得一个良师益有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第一呢看到朋友的过错 要勇于去指出去分析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因才视觉 也就是说不是说我看到谁 我就堂堂熟了 那要看每个人不同的这个 这个呃他的一个这种这种性 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 像子路的话呢 孔子说对他说话从来都是不客气的 那那是因为子路呢文过则喜啊 那对有些有些人呢就是说 呃有些学生呢子路孔子就是寻寻善诱啊 寻寻善诱啊 那但是不管有一点呢就是说 作为一个良师益友的话 就是帮助这个这个学生呢 就是说去不断的提高自己啊 这是孔子的一个 我就我觉得作为一个最伟大的老师啊 他所体现出来的这个一点啊 那之后的话咱们再往下看的时候 应该体会的会更多一些啊 更多一些 好 好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师家长 愿意分享一下呢 啊我是那个哈勒 我就觉得那个 谢谢那个魏宇老师今天那个 讲的内容很丰富 而且非常有啊歧视 然后我觉得每一篇的庄子的啊 包括是公眼长的这个几段 我觉得特别啊 实际上如果隐身开了的话 是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的 这只是时间的观念嘛 观点就是说啊 我就是把我的一个体悟啊 今天那个学习一个题 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 啊就是一个啊 啊那个 在讲到庄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大道之解 我觉得庄子是啊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发现实际上 它是取舍墨求本 一直是追求它的一个真理啊 它不是被表面的现象所困惑 包括我们的中医 对吧 啊我们就是包括中医啊 黄帝内经他也是啊 找病的话不是表面的 他要找到那个根源 然后从根本上去医治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点了 包括我们所有的鲁士道 都是从啊就是要求大家 舍舍墨求本大道至简 所以要去寻求一个道 就是那个自然规律 这样的话呢 我们达到了道的啊 了解了道以后 那你就是说游刃有余 因为所有的表面现象 它都是有规律有规则的 你如果能够达到这个 道的那个level的话呢 那实际上你就完全看破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 什么该做比如大学里边讲到的 有知有始终 很多事情都有有始有终 你能够知道它的怎么一个始 那你就知道它的有始终 那么就像易经里边讲到的 它可以算出来你这个人怎么样 像你刚才也讲到 黄渤先生讲到的那个孔子啊 他怎么都知道 看这个人看得那么准 他就达到了道的水平 他知道了这个道 所以你跟他像这种有大德的话 你跟他说一句两句 他察言观色 通过你说的话 他完全就知道 实际上他已经基本上知道 你后面走的路是怎么样的 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他完全知道 他甚至都不需要很长时间去观察 所以他就是有个智慧有个道在那边 所以我们老祖宗的那个中国传统文化 最大一点他就是去寻找那个真理 他的寻找他的根本的本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今天明子谦的里边 我是很感动 因为明子谦我们在上弟子龟的时候有24小之一 她是24小之一 我觉得她在就是看待问题都非常的积极乐观 那么当时她的明子谦 她的后母 她父亲娶了个后母 对她很不好 冬天里给她穿卢花做的衣服 她冷的不得了 但她没有跟她的父亲抱怨 然后呢她只是默默的去做事情 然后呢甚至后来她因为冻的不行 穿的卢花做的棉袄太冷了 太冻了 然后呢给她帮她父亲赶马车的时候 就赶没赶好 然后给她爸爸一鞭子就打她 她也没说什么 她爸爸从她打了她以后 发现里边棉袄里边厚厚实实的 但反映出来是卢花 卢花 那么就知道她自己的妻子在虐待自己的儿子 那么当时她就要决定把这个妻子给修了 那明子谦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如果您就劝她的父亲不要修她的那个继母 然后呢她就说如果妈妈在的话 三个儿子就我一个人受寒受苦 那如果妈妈不在的话 三个儿子都要受苦 那么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她跟后面她在那个去做事情的时候 她的最后问她 她说的是三件得到的东西 她根本没有说她失去的东西 因为她有一个就是忠和数 她实际上完全就是说非常是有德行的 那个完全去履行这个孔孔夫子的她的这个理念 所以她一个是对自己的那个孝顺又忠 然后呢她又特别的宽厚人厚 所以她很多时候看到的是好的一面 你想就是她实际上从她的家庭就可以看出来 她从小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 受父受寄母的虐待 但她仍然能够看到能够依然是很善良的 她没有被外面的那个不好的那种环境所污染 而不是说你们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 那如果一般的人可能这时候 父亲要把她的太太那个修了以后 她可能还很开心 普通的人可能这时候好像觉得出了一口气 抱负了 然后呢可能觉得很开心 但她没有 她看到的实际上非常非常宽厚 她考虑的都是别人 考虑的自己的是兄弟 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听了这个故事的就是 那个魏玉老师分享这个故事 让我对明子谦这个人物更有一个更加分满的一个认识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厚道 还有一个是那种仁慈善良 她适数是为别人考虑 但是她你看得出来她是很有能力的 很善巧方便 所以她为什么她为鲁国的国君 她并没有直接说跟她辨别 当鲁国国君派她去那个小地方做 她没有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 有一种愤世技术怀才不遇的感觉 我想明子谦身上是没有怀才不遇这种感觉 她只是说你给我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去尽力的从好的方面去想 好的方面去做 然后呢 但是她另外一方面又很有智慧 所以她能够善巧方便的去跟鲁国的国君说 那我这里也觉得对鲁国国君也有另外一个赞叹 她居然能够看明白明子谦想对她说的话 所以我想明子谦可能在她处理很多事情都会比较圆满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我觉得真的很喜欢这个课 我觉得魏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内容 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启示 有这么一个机会学习 谢谢 谢谢韩恩老师 我想挺好 就是那个典故的部分 我倒是可也稍微的可能想一下 因为这个第二里面讲的这个蜜子健 好像和蜜子谦好像我印象中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 这个但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要去查一下 所以他俩的故事可能会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我要去查一下 对这个我要去查一下 对刚才讲到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讲到那个 今天讲的庄子的部分 我也想多说一句 刚才说的挺挺好 就是说那个我们要达到那个庄子的那样一种 就是舍本 就舍没主本的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庄子叫做逍遥自在 真正达到这个鱿鱼的境地 游来游去 但是我想就是多说一句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学这个孔子 孔子讲的主要是做人这一块 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君子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庄子谈的 怎么样成为一个庙人 就是送得到一个天地人 自由自在人 翱翔于天地之间 那这里面有什么联系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做好一个凡人 才有机会就是达到庙人 庄子这种熬岩天地之间的自由自在 它是需要就是说我们自身对自己这个主物的一种 一种约束 那这个主物的约束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看看自己的状态 是不是一天都是忙忙碌碌的 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外在的事情上忙碌 其实有时候可能大家不太注意 这就是一种主物的状态 那往往就是但是怎么样达到一种自在的状态 那往往就是要从这个严格的这种 这个纪律开始做起 有时候可能就反的 拿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的话 就是我有时候会做一些那个静坐 那比方说我们说禅宗说行住坐我皆是禅 那么就是说你达到一定经典之后 你无论干什么 哪怕睡觉 你都是在这样一种状态 可是你要达到这一步 你得先老老实实坐在那 屁股于度不动地坐上一两个小时 就先把你这个主物的心和主物的身先拴住了 然后你才能够慢慢体会到这种 就是说在自在的过程中的一种状态 好 那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分享的 如果有分享可以继续 我没有分享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也可以结束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各位家长 老师来上这个家长班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这里 还是最后一句 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大家 能够借这个机会 能够让大家跟这个经典 结一点点圆 以后能够自己和带着这个孩子 能够把这个圆结得更深 好 那我们也是最后 像我们这个经典的源头 就是我们的大乘至圣先师 孔子呢 我们行三鞠躬礼 或者是这个珠木礼 好 那如果没有分享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各位老师跟家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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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学习 谢谢 祝周末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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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